自从1991年以来,俄罗斯一直是中国在军事贸易上的最大伙伴。 在世纪之交时,中国海军的先自大竞争,四艘线弹,极区逐渐两艘956型和两艘956E型,支撑起了中国海军很长一段时间之内的反舰作战体系。 仿制自苏827的歼11系列战斗机包括尸程苏30MKK的歼16在内,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,依然是狗被我国领空的主力,S300PMU防空导弹给我国宏旗酒防空系统,开发带来了很大启发。 然而在目前中国军工遍地开发的情况之下,颇有交贵了土地,饿死师傅的趋势。 2017年12月,由我国自主研制的AT600昆龙大型水陆两气飞机,完成了陆上上飞。 今年10月20日,这款飞机,完成了难度更大的水上起飞。 AT600机体全长为40米,一载同样为40米。 最大起飞重量,高达53.5度,在四只欧奖6发动机的推动之下,AT600拥有最高每小时570公里的急速,以及超过5500公里的航程。 未来这款飞机在服役之后,将广泛地用于海上救援、海上执法,甚至改装成离海怪物那种安装反舰武器的炮艇类飞机都不足为奇,总之其发展潜力相当大。 离海怪物地效飞行器AT600的水上成功首飞,让我国际美国和俄罗斯等国家之后,成为了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之一。 过去前苏联乃至如今但俄罗斯在水路两栖道飞机上,一直对我国将有优势。 直到今天俄罗斯别利耶夫设计局的别200型水路两栖飞机依旧如此。 两台D436PP喷气发动机,总共能为其输出147前流的澎台推力,因此机极限速度达到了700公里每小时。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别200依然是俄罗斯紧急情况不使用的绝对阻力。 哪里发生火情,这款飞机就能携带八个水箱,总计是二吨水前去灭火。 然而AG600昆龙在珠海航展的再度高调量下,无一证明了中俄之间的差距在迅速缩小。 过去别利耶夫设计局一直将这款宝贝藏着烟射,然而就跟RD180一样,再不卖给中国,就真的卖不出去了。 因此该设计局负责人,此次专门跑到珠海来,唯一的任务就是跟中国洽谈别200的出口事宜。 此人目前已经宣布,2019年将启动出口别200给我国的工作,最多到后年这款飞机就将交付。 目前,AG600与别200的唯一差距,仅仅是在动力系统方面,俄国货上安装的涡煞发动机,相比于昆龙上安装的涡奖发动机,确实性能上强劲不少。 未来我国家借鉴D436TP将AG600的飞行性能进一步完善,以去达到最优解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